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,话说书严商在一边安慰敷衍着胡孟光,心里面想定了,无论如何,一定要使胡孟光回去海州先,这样才能够拒掉自己的责任,书严商说,老标头,你不用多心, 我也是当事者迷,听见标银说失了,我心里肯定急,其实去查找标银,正经事例,老标头,你身上负乡,像这么不慈劳苦,被人十分感激,我们应该先想个妥当法子, 老标头,现在这么晚了,在荒郊野外来,怎么也不是路,老标头,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过夜先,明天再来想个办法,你说好不好呢,那这些受伤的人都要安置下,你看人家为我们拼命地互标,我们应该找个地方,和人家调理一下,老标头,你看怎么,你说是吗, 胡曼光剑的书严商这么恩勤,这么好心,自己反而觉得很羞愧,今晚真是一场惨败,还有什么好说呢,只有同意书严商的意见,翻转头先, 于是指挥大家,救伤包窄,又跟沈明尔,戴永清,情恶就匆匆忙忙商量了一下,就觉得这些责人的埋伏都未能撤走,现在敌暗我明,敌强我弱,如果说当场派人去追踪,那一定不行了,还是找地方过夜先,胡曼光说,一如这么做,不如这么晚了,去哪里, 好呢,唐指手张勇说,走回半里路,就有个虚镇,叫做瑜伽虚,我们去我处可以过夜,好,于是立刻分派伙计,将受伤的人全部扶上马,受伤伤的两个人就安置在行李车上,无伤的,或者轻伤的,就自己走,那个书严商和张沙官两个坐一辆轿车, 林行之前,胡曼光重新检减了减人数,哎,糟,才知道他确实是少了四个人,两个是緝私营的秦丁,一个是标局的伙计,另外一个,竟然是镇通标局的标师,九鼓烟,潮不见潮贸, 胡曼光的心急,赶紧再派伙计四位去找,那些伙计打起灯笼,术术的叫云,声喉都喊拆,也找不到终绩, 接着又去东边的墨地道田,掃了一轮,还是找不到人,这个时候,沈明仪叫齐那些标局伙计,问他们在出事的时候,究竟有没有人看见潮贸的动静, 有些伙计就说,桥贸初时就站在书严乡的轿车旁边,握着刀在护卫的, 后来,就见到宋海鹏被围,骑马那些侠就威胁那些脚夫将五十一雷陀,全部拉起身要带走, 那桥贸立即举起单刀,用那些侠杀过去,至于以后的情形就不知道了, 原来桥贸当时,他似着身轻如叶,众照如飞, 也打伤了两三个贼人,不过那些贼人都是小流来一流的人物, 他经过得意,怎知惊动了包围宋海鹏那些贼, 那帮有两个人飙过来,几个回合就将桥贸杀到手忙脚乱, 桥贸勉强支持这几个回合, 突然见到包围宋海鹏那些贼,阵势散开, 原来双边的宋海鹏已经被贼人斩下, 所以那帮贼现在一起向着桥贸这边冲杀过来, 桥贸害怕了,连忙虚斩了刀, 众生一跳,就有敌人头壳颗,直飞出去, 有一帮人是想走人,有个贼人阔声发出一枝脱手箭, 打正桥贸的屁股,哎呀,桥贸忍住痛, 就发出一枝箭出来,直飞飞飞就滚了一枚墨笼里面, 当时表行这边的形势已经落败, 各有各败退逃命, 哪个都猜不到哪个, 到现在一剪名查问起来,才知道桥贸竟然失踪, 胡孟刚又猛地灵口叹气, 趁着他问宋海鹏, 宋海鹏吃了些精神止痛的药, 就已经能够说话, 不过他也不知道桥贸的下落, 胡孟刚说, 这个人到底是生是死, 他在鞭犬下, 说完又亲自叫了几声, 没人认, 金彪说, 老彪头你不用找了, 也不用为他担忧的, 这位潮不见潮师傅, 他怎么会死的呢, 你看人家多聪明,多灵厉, 他实是走了人了, 彪眼已经失去了, 有段麻烦, 如果跟着大家一起回去标局, 就要和大家一起去找标销案, 说不定又是遇着风险呢, 老彪头, 你还指望潮师傅会回来吗, 其他的标局伙计也纷纷议论, 说潮贸这个人, 确实是躲起了, 他趋胡孟刚快点去找客人, 选择过夜就不用找潮贸了, 胡孟刚很失望, 他说, 我到了这个前地, 什么话都不用说, 就愿我自己不能够以心换心来交朋友, 现在有谁说要走, 我亦不能够说什么了, 唉, 我就怕他受伤过重, 捐到他的天气角落, 自己走不出来, 我们就丢下他就走, 我太过对不起朋友了, 如果真的躲起来就没什么, 事到如今, 我还能够说人家什么, 还在标师听了都默默无言, 当时大家赶紧准备好灯笼火把的起程去瑜伽区, 胡标头虽然是负了伤, 仍然是将自己的马, 让被伤重的伙计来去骑, 自己就走路, 一大班人就没来心机, 妻妻黄黄走啊, 走啊, 走都没多久, 就由范公崎转向崎东一条路, 这条路的形势也非常之险恶的, 路径狹窄, 一片片的竹林将墨田遮断了, 风吹竹动时时煞煞, 哎呀, 听见就心寒了, 那就是唐指手张勇熟悉这条路, 他走在前面带着大家直奔于家去, 去到了, 果然就在虚南, 看到路边有间屋, 两线车门就关闭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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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他找来, 一望而知是在乡村客店, 江勇挽着灯笼上前拍门, 叫了很久才有个劍小椅出来开门, 他戳着件衣服, 垂眼声松打着哭怒, 突然见到门前站着这么多人, 人人都带着兵器, 还周身血迹, 哎呀, 劍小椅派起来, 蹬蹬声进去又说给老板听, 老板也都害怕, 就说没有空房了, 标行的人已经疲倦到极了, 整股怒火, 气势凶凶, 就飞住了河, 游施营的巡警是更加恶了, 威胁老板一定要腾那些房间出来, 否则就抓人疯狂的, 一吵吵起来, 吓见所有人都起了身, 问明白官方和标行, 在中途遇劫, 跟那些贼佬打斗过, 老板这样才无可奈何, 猛讲好话, 请那些旅客并房间, 腾地方, 都忙乱了一轮, 就腾出五间房, 不过其中只有一间, 是细细间的单间, 其余那四间都是通铺, 不敢也好, 住得了不少人, 因为实了, 人多了, 不够住, 又将帐房都让出来, 同时还搭了几个铺位, 就这样六七十人, 勉勉强上逼下, 那些客检仔都住下了, 客战伙计, 看到这些人都带着兵器, 就身血迹, 啪, 真是不敢有私毫怠慢, 急急忙忙, 跟他们煲水冲茶, 洗米煮饭, 吃完饭了, 胡曼光的品味书严商, 跟张绍官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做, 书严商除了劝胡曼光尽快回到海州, 邀请能人来找铺之外, 其余一美顺从, 张绍官主张天光之后, 要派人去当地官府报案, 搜查死图去响, 查找铺银, 按照江湖道上的规矩, 撞到贼失了铺, 一向只是靠自己的本事去找去追, 他从来没有说惊动官府的, 但是张绍官既然是这样提出来, 也就是他的公事, 胡曼光当然是不能够拦阻, 那跟书章两个谈完之后, 胡曼光强打精神, 又会跟沈明尔, 别情恶他们一帮人商议品标银的办法, 揣摩敌人的来历去向, 照胡曼光的想法, 就是要超选几个基警的伙计, 天光之后沿路去查房, 再派几个人拿着镇通标局, 以及自己的名帖, 送给办公堤附近的武林朋友, 拜托他们帮忙查房财人踪跡, 但是大家都觉得, 今天接标的老道徽, 武功惊人, 党羽甚多来去飘昏, 在江南道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物, 如果不预先请典高手帮忙, 就算查房到这帮财人的下落, 也不是那么容易抢回标银的, 所以沈明儿和程岳他们都劝胡曼光赶快回海州, 去青楼港, 遵请余剑平亲自出马, 这样才是好办法, 胡曼光觉得这个办法很难做, 很难为情, 人家安平标局早就收起招牌不做生意, 自己的强人所难, 借了人家的标棋出来, 当时自己又拍胸口说过, 宁愿名在身不在, 亦不損害十二金钱标的威名, 怎知结果搞出这么大祸, 不但二十万标银全属给财人劫走, 连人家面标棋也被财人拔走, 自己如果不赶快找回标银和标棋还有什么面子去麻烦余剑平本人呢? 忽然, 劫标的财人口口声声说要回余剑平, 显然是跟余剑平有仇, 但你自己如果不是借标棋, 财人也未必会结标, 也不会占余剑平的名字, 那跟自己无关了, 因此尽管大家一尾劝他, 胡椒头总是拧头, 大家又猜猜这帮财人的来路, 在那个老道辉, 口含烟斗, 那帮党羽呢, 讲话粗号, 狗实是撩东下来的, 但是余剑平生平浪迹江湖, 狗遍江南河北,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去过辽东的, 那这一层胡曼光和晴岳都知道的, 一个山南, 一个海北, 正所谓风马牛不相合, 真是想不出因什么事会结落冤仇啊, 还有, 这半年来, 江南标行连起几次遇险, 究竟含南多人这个人一手做的呢, 即是陆林道另外有能人出世呢, 这个炮头老道夫是个幕后仔细的人呢, 即是受人之托, 专门和彪行倒乱呢, 哼, 你这时怎么估都估他不透了, 当大家七言八语在讨论的时候, 躺子手金标忽然想一件事, 连忙在身边拿出木盒子出来, 交给胡曼光, 他说, 老表头, 这个盒子是那些侧留下的, 你打开看看, 里面实有文章, 或是能够找出一些线索都未顶的, 胡曼光看下那个木盒, 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拜盒, 用一把黄童锁仔锁住, 看个样子, 里面装的必定是名接信简之旅的东西, 胡曼光接过来用手请一请, 是什么来的, 是你执的呢, 还是他们给你的, 是他们接完标交给我的, 他们交个拜盒给你干什么,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什么, 有, 这样的, 在接标之后, 有个贼是洗剑的, 追到我, 就先不先就抢了我, 背着那面特异金钱标棋, 接下来就把这个木盒塞起我, 他说, 里面有好东西, 是留给你们余标头的, 当时我们又忙又乱, 所以我又没有跟老标头你说, 他们将标杰走了, 还留什么鬼也拜盒啊, 那就是诚心弃弄我, 就是了, 所以我没有当众拿出来, 沈明儿就看了情我一眼, 就拧拧头说, 据我看, 他们未必是弃弄胡老标头, 我看那些贼人, 实力见到金师傅背着十二金钱标棋, 就搞错了, 就是金师傅安平标局的人了, 老标头, 你把这个盒打开看一下, 胡曼光将这个盒打开, 在灯光下的看, 里面原来不是名钱, 亦不是信简, 但是一张白纸, 在上面粗枝大叶地画了一幅画, 画什么呢, 是刘海耍金钱, 而金钱个个都跌在地下, 不像平常那些刘海耍金钱那种画法, 金钱一半就耍在天空, 一半就落在地下, 在这幅画的右上角, 又画了一只有翼的飞炮, 作礼转头望野藏, 还提了十四个字, 金钱虽是人间堡, 一落泥土如废堂, 胡曼光反来覆他看了一轮, 都不知是什么意思, 就丢在一边, 他说都不知是什么东西, 沈明仪说, 老拼头, 请给我看看, 他拿一张画, 数一数金钱, 刚刚是十二个, 他就送胡曼光说, 是的, 果然是十二个, 胡曼光说, 十二个又怎样呢, 啊, 我明白了, 原来真的这个拜盒不是给我的, 不过, 这些插翼飞炮有什么意思呢, 老拼头你这样都还不明白, 这些插翼飞炮一定是那个杰彪流简人的名号, 是, 什么都没错, 拍, 哎呀, 他出了一拍大腿, 一巴掌下去, 拍正自己大腿上的箱, 就不由得, 哎呀, 咒起眼眉, 黑鹰陈鹅当时打塞的躺在床上, 似乎未睡, 听沈明儿猛话十二个十二个那样, 就联盲坐起身, 他说, 沈师傅, 是什么画, 麻烦你给我看下, 沈明儿望望胡孟刚, 胡孟刚眼睁头, 沈明儿将这幅画递给程鹅说, 小鸟头, 你猜猜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呢, 程鹅拿那幅画看了一会儿, 突然眼眉一戳, 胡二叔, 沈师傅, 有什么这么难猜, 这应该是针对着我们师徒来的, 平常画的刘海撒金钱, 哪里有画十二个金钱的呢, 你明明是饥饿十二金钱, 威名掃地, 不管各位回不回海州, 我天一帮我立刻起庭, 回到云台山青楼港, 力请家师亲自出马, 问你一帮我拆选将, 看看十二金钱, 到底是上天还是落地, 程鹅一变港, 生气得面都黄, 而且怒气一冲, 手上的伤当时觉得火烂烂那么痛, 只他咬着牙关忍住, 一声都没有震到, 沈明儿和唐志首张勇, 金标一齐劝他说, 少彪头不用那么生气, 一切事情我们从长计议, 到时少彪头说, 回去就请十二金钱, 鱼老彪头出马, 那就对得极了, 敌人拔标旗, 刘志华, 必定是以前吃过鱼老彪头的规, 现在是走来报复的, 插役背炮, 九成就这个头头的灼号来, 鱼老彪头只不如一望就知, 那就可以猜猜出责人的来龙去脉了, 我们就能够脚手去裸标了, 晴岳听了, 轻轻地摸口, 他觉得挺难堪的, 眨眨眨眨眨眨眨, 在那里考虑了, 这个插役背炮到底是什么人物呢, 真的和老师结论冤仇的呢, 又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呢, 省眨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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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眨� 我剛才正在那裏將江南六林的人物逐個逐個地想,我想不出有一個叫插役機砲的人物。 但是余露哥他一定知道,程賢仔你回去問一下,自然能夠找到忠職,這樣就很著手找標。 不過還是那句話,我就是有福同享,有禍同當。 這次失事,程賢仔在你想上來,總覺得什麼人差就專門跟你們金錢標旗過不去。 但是看賊人那種驕驊的神器,直接是將我們江南整個標行當不是東西。 何況這次麻煩是我和靈師找回來的,我們只不然應該趕手趕腳去找敵人算帳。 程賢仔,你不用那麼難過。 我現在想派幾個人去查一下。 胡曼光問唐指手張勇金標說,我們這群伙伙企有誰熟悉這處的情境? 張勇金標想了想,說有兩個,一個是馬德勇,一個是于蓮山,一個是當地人。 而張勇自己也熟悉附近的環境。 胡曼光就派這三個人明天一早出發,去查訪賊人的下落。 幸好趕雷陀的,足足有五十個腳夫,人多顯眼,查起來應該不是很難。 同時又決定派幾個伙企,帶著鎮通標局和自己的名帖, 邀請武林中的好朋友幫助找標。 其中那幾位交情深武功好的,胡曼光還請他們來海州一起商議辦法。 昨晚清淨了,大家就休息了。 第二天天還沒光,唐指手張勇真是忠人之士,急人之難。 早就起床帶著于蓮山馬德,用兩個伙企起程去查訪拆棕。 吃完早飯,胡曼光就請了兩架繳車給受傷的人坐, 立刻就由于家驅起程回到蓮水翼。 一到蓮水翼,找到一間乾淨光猛的客店, 那個書鹽商和緝司營商的哨官, 就猛地說疲勞過什麽,要好好休息一晚才走啊。 實際上他們兩個都已經秘密地佈置好了, 派了幾名巡徵, 邀去各處嚴信報案通緝盜策。 同時是通知地方官府協助促, 那個張勢官是帶著箱, 親自騎馬出去, 暗中調了緝司營巡兵六十名。 表面上呢, 是沿途防護以外, 暗中實際是監視胡曼光。 是胡曼光的靜靜走路啊, 這件案子就無法自己交代了。 這一天, 那個書鹽商是隔外下棄, 而張勢官是面猛猛的。 胡曼光的心都煩到死了, 他都沒有想到什麽。 只是覺得錶銀已經失了, 你還派這些兵來做什麽? 覺得官場那些馬喉炮沒有用甲好笑, 他都不知道人家是別有用心。 頭一天, 胡曼光的意識是想將受傷的人送回海州, 自己就留在連水域等候消息, 並且去附近訪問屬人。 誰知到了這陣子, 張勢官和朱鹽商, 又趨速起來要走了。 雖然沒有反面, 你便勸胡曼光快點回海州, 請余彪頭出馬粉彪。 情惡當然是想立北回去, 胡曼光再想一想, 賊人武藝這麽高強, 就算查到夏樂, 自己仍然打不過他, 無法止, 唯有同意一起起程回海州。 那錶行班人又走了一站, 忽然後面有三個邪女的人追著來了。 各位, 逐知後事如何, 請下回分析。